太阳花学运10周年重回现场30秒审完福茂与行政院区离建雪 2014年3月18日深夜 一群以学生与公民团体为主的民众冲入立法院 占领一场并封锁大门 展开长达24天的抗争行动 太阳花学运是台湾首次发生最高的立法机关遭民众闯入 也是台湾从198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社会运动 透过中央社的尽头 一起重回2014年太阳花学运现场 本周天气三阶段变化湿冷转干冷后气温逐日回升 中央气象鼠表示 18与19日是本周水气最盛的两天 接着逐渐转干 大陆冷气团持续影响至21日清晨 北部低温约摄氏13与14度 竹苗可能出现11度左右 21日起天气回稳至周末 17日晚间至18日微弱封面通过 及大陆冷气团南下 北部及东北部天气逐渐转冷 基隆北海岸与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 东部及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 能登强阵重创日七气工艺台湾善款助职人复兴轮导图 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原弹发生强阵 许多伦岛图七气店与工房被震毁或烧毁 为守护重要传统工艺 伦岛图职人带着抢救出来的作品到各地展示与贩卖 田谷七气店也发起重建计划 集资活动或台湾人热烈响应 伦岛图起源于石川县伦岛市的七气 在日本市丁时代1336至1573年 其开始生产 1977年被日本政府列为国家的重要无形文化财 中国海警船闯进限制水域专家说 复制钓鱼台模式 中国海警船15与16日连续两天擅闯金门进限制水域 海巡半航监控于广播驱离 直到中国海警船航出进限制水域 专家剖析 中共目的为建立管辖执法事实 支撑其对于主权的宣称 做法同于钓鱼台争议中作为 这已与金门快艇翻覆案善后处理脱钩了 俄罗斯总统大选普廷稳因反对派与民众赴投票所抗议 17日是俄罗斯总统大选最后投票日 预期将巩固现任总统普廷的统治 反对派呼吁民众前往投票所抗议 并在选票上写下已故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名字 或投给普廷以外的候选人 此次为期三天的投票已遭扰乱 包括有民众被控导染料入票轨或纵火焚烧 反对人士希望借此合法展现反抗普廷的力量 尽管俄罗斯当局已多次警告不要对大选发动抗议 卫福部撑接或两起疑似重大而虐北市说 不宜先定调 卫福部16日撑接或台北市通报两起疑似重大而虐事件 两人皆为逃逸外籍移工子女 因疑似感染诺罗病毒 十五日经由台湾关爱之家协会协助分别送医治疗 其中一名男婴经急救人不治身亡 正进行司法项宴已离清死婴 另一名女婴目前生命迹象稳定 但身上发现多处于伤 疾管署表示 已派防疫医师前往关爱之家了解 初步排除群聚感染 台北市政府17日强调 项宴结果尚未出炉 不宜先定调为儿虐事件 大巨蛋连二天上演群雷打秀 终植官办热身赛观众破3.6万人 台北大巨蛋西票公立家 终植官办热身赛连二战人数写记录 17日中信兄弟与富邦汉将比赛 涌入16330名观众入场 两天合计破36000名观众入场 朝热终植星球计划题 终植官办热身赛连二天都有群雷打秀 16日为拳龙队极力挤捞 拱冠开轰 17日中信兄弟阅振华与富邦汉将高国林野 集出群雷打 HBL北义女全胜封后南山大逆转封王 挑战全胜封后的北义女中 17日在HBL女子组冠军战 以68比61击败浦门中学 时隔一二年再度称败HBL女子组赛场 南山高中则在男子组冠军战上演逆转秀 以87比85获胜 让光复高中三连霸梦碎 射香猫首线玉山塔塔家创活动海拔最高记录 射香猫首度在玉山塔塔家海拔2800公尺的林芷山区出现 创下活动最高海拔记录 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 这只射香猫可能是游荡个体 不确定是否会常驻 目前无规划研究专案 但今年将在塔塔家等地架设摆台自动相机进行其他研究 谢淑伟印第安全网球赛摘冠重返女双世界球后 台湾网球名将谢淑伟与比利时搭档梅丹斯 17日在印第安全网球赛女双冠军战 以6比3与6比4击败韩特与斯尼科娃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梅丹斯与谢淑伟及韩特包办女双世界前三名 不过谢淑伟在本战后 积分确定超越梅丹斯 所以此一不仅是为了争夺女双冠军 也是谢淑伟与韩特的女双世界球后宝座之争 开箱老照片可口可乐在台湾 台湾1957年设由美国投资的中美汽水厂 所生产的可乐仅供给驻华美军饮用 直到1964年 陈启钦与孤政府吉阳林等人 共同出资购买中美汽水厂后成立台湾汽水厂股份有限公司 并在1968年7月28日正式贩售台湾生产的可口可乐 1985年 台湾汽水厂被可口可乐收购 改为台湾可口可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6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